我胖了快30公斤 大概4445這樣 然後胖到70 工作真的好崩潰 我們兩個都非常崩潰 我們兩個都很像喪屍這樣 那有抱頭痛哭嗎 有 真的有抱頭痛哭 孫可芳運期暴增快30公斤 汗流冠定崩潰帶娃痛哭 你工作了嗎 這個是第一個 戲原本有兩部還在彈 搖動孫可芳日前生下兒子小太陽 18號產後首夫出 現身嬰幼兒護膚品牌活動 分享育兒經 小太陽長相根本就是 不要罰那種 複製之下 那他有像你的部分嗎 眼睛 現在好像眼睛變得比較圓了 因為他之前是你知道 冠婷眼這樣 比較好 但他現在眼睛有點張開 然後變圓了 我胖了快30公斤 胖了28 大概4445這樣 然後我胖到70 我忘了欸 反正我就是胖了28公斤 但我現在瘦了15公斤 但還有13公斤 那時候是盡情的吃嗎 對啊 你們沒有看到嗎 可是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很少 對啊 喔對啦 但是我就是想說 開心最重要 問題有說什麼嗎 同事有偷偷透露說 他之前回公司就說 怎麼看小豆一直吃一直吃 都吃不了 一直吃一直吃 可是他現在懷孕 然後現在回去的時候 他就說 怎麼辦小豆都瘦不下來 已經是很少來瘦不下來 對他也是蠻替我擔心的 那你報告是 什麼情況下 我覺得是剛回月子 剛剛從月子中心回家 大家不是一直說 那段時間很可怕嗎 然後我就是 已經有做好心理准睡 可是我還是沒有料到會這麼遠 因為我們兩個的家人都在南部 所以我們就是自己待 因為我同時還在搬家 所以真的很崩潰 一邊要顧小孩 一邊要收包裹 一邊要吃飯 然後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那時候真的好崩潰 我們兩個都非常崩潰 我們兩個都很像喪屍這樣 那有抱頭痛哭嗎 有真的有抱頭痛哭 他沒有哭啦 但是他就是 很努力的要 要hold住要安慰我 但是他自己已經就是 快要沒有辦法 去集中精神了